各位家长和学生你们好,我是Dr.Kupaku 今天我带了两位旧生来见面 我们这里见到有A同学和有B同学 大家知道这两位AB同学在选修科有什么分别? 分别是A同学有修读M2 B同学没有修读M1和M2 只是有读Quarm F 究竟B同学为什么没有修读M2和M1呢? 原因是因为学校没有修读M1和M2 当他见到同届尤其是在遵律里面的战友 他们的经历之后,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他就决定在未来的一年,他要自修学M2 究竟有什么有因会令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我们又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A同学 他就跟我说这个M2究竟怎样可以帮助他呢? 他就说在学习M2的过程中 第一件事他学到一些对数学的高阶思维 而这种高阶思维,除了对他的数学科 甚至是英文的话,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你要英文写作做得好的那种逻辑思维 其实他不是需要一种语文的逻辑思维 而是需要一种数学的逻辑思维 而且这个M2的话,还帮助他可以报到非常多的神科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我们的E4 Medicine, Law,即是这个叫法律 QFRM, Quantity,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这个是中大任的神科,比中大的E4更加难入 还有外加其他淋淋淋淋淋的学科 所以其实他的出路是非常非常非常广泛的 我曾经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就是他是一个纯文科的学生 即是说他的选修科是非常奇怪的 他的选修科是读中史和中国文学 然后第三科是M2 但是他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底下 他最终M2都拿到一个五星 对,没错 所以是这个叫做 和你的数学底子好与不好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拿我自己为例 我在初中的时候 其实我的数学成绩 是 among我所有的学科院最差的 最终我成为了一个数学家 所以这个是和你的数学底子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又根据A同学所说的话 原来读M2 他自己个人认为 他看过这些数据的话 原来M2的这个叫做 拿5或者以上的比率 是贯着DSE的所有学科的 Reatively speaking的话 你要在M2里面 拿level 5或 above 其实是相对非常容易的 他又说有什么挑战呢 他说其实没什么挑战的 只要你跟对一个对的先生 去学习M2的话 实际上拿一个gold grade 是非常简单的 好了 最后的话 和你分享一些较为资讯性的东西 第一件事就是 今年到 除了这个叫做领栏大学之外 其他的所有大学 全部都会当M1和M2 为一个正式的选修科 而且他们还会是 绝大部分的学系 其实你一会儿可以看我们 这个要做video 最后的那个 有个list 他还会在这个大学的入学的时候 他将他的分数 会成1.5至2倍 大部分其实都会成2倍 我又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身的旧生数据 绝大部分我自己的旧生 如果他是做医生 他在读这个叫律师 iBanker 这一类的学生 他们基本上全部都要读M2 读M1的较为少 比例大概是9比1 可能有些人就会跟你说 这个M2的话 需要是 你个人很聪明 或者你个人要素底很好 但我可以跟你说 不是的 It's not about the man It's the teacher that matters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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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